连线正在澳门采访的特派记者李基云 你好李基云 你好小蕾 明天就是澳门回归十周年的正日子了 这两天当地有哪些主要的活动呢 是这样的 今天中午胡锦涛主席抵达澳门之后 就开始了他为期两天的反澳的行程 那么当地的各大报纸也是纷纷予以关注 像我手上的这份《豪江日报》 头版头条的标题就是胡锦涛率中央代表团力 那么我们也知道在两天的行程当中 胡主席的行程是非常的满的 那么今天中午抵达澳门之后 在下午就参加了澳门科学馆的开幕典礼 那么随后他还深入到澳门的居民家中 来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 尤其是受金融海啸的影响 随后呢胡主席还来到了这个澳门家居垃圾处理中心 来考察澳门的这个环保设施 那么今天晚上胡锦涛主席将出席在澳门东亚运体育馆 举行的欢迎晚宴及大型文艺晚会 明天呢还将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十周年 及特区政府第三届这个政府的这个就职典礼 那么之后呢还将会见澳门各界人士 之后身为这个中央军委主席的胡锦涛主席呢 还将前往澳门这个驻澳部队的这个营地 来检阅驻澳部队 明天下午呢胡主席将参加这个澳门大学 恒庆新校区的这个奠基仪式 至此呢来结束他这个旋风式的两天的这个访澳行程 那这两天在这个澳门啊我们是感受到这个大街小巷是充满了这个全城同庆的气氛 就连今天我们这些这个住在酒店的游客呢 也是收到了特区政府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那就是纪念澳门回归十周年的这样的一个纪念T恤和一顶帽子 另外呢为了庆祝澳门回归十周年澳门各界呢 这两天呢有这个三十二项大大小小的这个展览和活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明天上午八点 在我身后的这个金莲花广场 它会有一个庄严的生活体仪式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呢这个广场上面呢已经基本上是布置好了 那么还有明天晚上特区政府也是特意安排了澳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这个烟花表演 会有两条一千米的烟花瀑布呢会照耀豪江两岸 而且会在这个澳门的七个地方共历时二十五分钟来庆祝回归十周年 那么这次采访活动呢 我说你在澳门呢也待了不少日子 之前呢你也去过澳门 那么你觉得回归十周年澳门有什么大的变化吗 我觉得这个十年可以说是澳门的变化是非常的大 从这个城市建设来说啊 我觉得澳门的这个城市建设是可以说是日新业 也在这个之前很多年前我来到澳门的这个时候 我觉得澳门远没有我想象的那样的这种繁华 可以说得上的这个标志性的这个地方呢也很少 当时也只有这个大三八排房啊 马葛庙啊还有这个普京娱乐场 但是现在的话回归之后澳门是新建了很多这种标志性的建筑 特别是像一大批像比如说像金沙呀 勇尼斯人啊这种大型的酒店和娱乐场的这种拔地而起 非常的这个现代化非常的气派 而且呢澳门的这个地标新地标也是越来越多 比如说像这个金光大道啊 还有这个电视观光塔呀 以及明天要举行这个十周年回归这个庆典这个活动的澳门站 也就是这个澳门东亚运体育馆 包括今天呢澳门又多了一个新的地标 那就是由世界级的建筑大师设计的澳门科学馆 那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回归以来 这个澳门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就是澳门变热闹了 澳门人的这个普通话的这个水平啊 也是提高了很多 在回归以前大家如果来过澳门的话都知道 澳门人基本上都是说的是广东话 那么在回归之后呢 澳门是掀起了一股学习普通话的热潮 包括中小学呢都是开设了这个普通话的课程 所以现在澳门人呢 大多都是会讲这个普通话 而且讲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像内地游客到澳门来旅游的话 现在是完全没有这种语言的障碍 像这种语言上的变化 我觉得也从一个侧面 则说出了回归之后澳门人的这种归属感的增强 好的 那么这两天呢我们也采访了 嗯 好的 非常感谢李基云给我们带来非常这个详细的报道 谢谢你